今天我是以身試法做一個反面教材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 用藍麥寶浸一支膽子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膽子買回來 腳都會長瘦 尤其是小的膽子 你找不到東西去抹它 我又覺得鋼絲刷不平均 就想到浸這個方法 因為之前浸的手式銀器 所以放一支膽子下去浸 大膽就不用 211845那些 你找到 曼布擦一下都已經很漂亮了 如果是6SN7 或者整流膽 5U4那些 都不要了 因為你找布擦到的 就不要走到這一步 因為如果有不小心殘留在上面 你還去插它 這樣就麻煩了 我純粹是小膽 不是我的人小膽 是對付這些小膽子的時候 我才會這樣做 記住 千萬不要學 還有千萬不要讓藍麥寶浸到身 因為如果不是浸到 它那些粉紙都會馬上化開 問你死了沒有 記住 我今天拍給大家看 是叫大家千萬不要學的 不慣 對付牢 斟斟 對付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